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何隐情 如果我弟弟不是他 我弟弟也不会死 遗产纷争的背后 是国家的恶意刁难 还是妻子太过贪心 你为什么后来还要叫人家这样的狗 我就说他拿命去换来的钱 他欠的钱 你还弄得死不瞑目吗 特别策划遗产之争 之不翼而非的货物 《都市情缘》今晚播出 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我们的电视相亲节目 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是年轻人的专场 先会和大家见面 那么机会有限 惊喜不断 20岁以上 35岁以下的单身朋友 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 因为您的片刻犹豫 很有可能就会错失一段大好姻缘 那么大家有两种方式 可以进行报名 第一种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进行报名 第二种 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都市频道的报名电话 079188316800报名相亲 好的 来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家住吉安市 岁川县的陈秀娥 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不久前 她向我们栏目求助 说自己家的日子 快是要过不下去了 而导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她说是孩子的大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月15号 我们在岁川县的一栋老旧民宅中 见到了今年44岁的陈秀娥 她告诉记者 这一切要从两年前的一场事故说起 我老公在2016年7月18号 7月18号在吉安电缆厂里 骑着两女生母都吃 在那里出了车祸 后来人家第一时间跟她大伯说 没跟我说 结果一切的事情都由她 大伯操办了 陈秀娥说 她的丈夫张建国 在2016年出了一场事故 当时所有的事情 都是由丈夫的大哥张建军 一手操办 陈秀娥告诉记者 这场事故夺走了丈夫的生命 在这之后 丈夫的大哥张建军 居然趁着帮忙办丧事的机会 把丈夫的遗产都给霸占了 在陈秀娥看来 她是丈夫遗产的继承人 没有她的允许 身为大哥的张建军 是无权处理丈夫的店面的 陈秀娥认为 张建军能绕开她搬空店面 是因为借着操办丧事的机会 拿走了丈夫的手机和钥匙 陈秀娥甚至告诉记者 陈秀娥甚至告诉记者 那些人拿走了 人家叫人家捐钱 捐到好多钱 捐到这么多钱也给他们了 送的那些礼的钱也给他们了 也是他们拿走了 拿过来我就没得到 什么都没得到 什么没得到以后 两个小孩还是一直跟着我 那些后话证 什么证全部被他们拿走了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陈秀娥拿出两张印着照片的纸 她告诉我们 这些都是她找到的证据 这个是她姑姑 这个是她大伯 后来这两个图 是我老公死了以后 他们华米利家 集完好多商会 捐助的钱 捐了好多钱 捐了好多钱 给他们两个人 除了张家人接受捐款的照片 陈秀娥还拿出了一张 店面清场退租凭证的复印件 这个是华米利家清场的一张单子 就是她在那里把我老公那个店清场了 原来陈秀娥口中的店面 其实是丈夫租下来的 而她拿出的这张清场单据的复印件上 清楚地签有陈秀娥丈夫的大哥张建军的名字 陈秀娥说 店面里的东西价值不菲 按理来说 张建军应该把东西都交给她处置 用于偿还丈夫生前欠下的债务 和供两个孩子读书 可两年多的时间过去 对方却没有任何归还东西的迹象 她店里的好多东西 还有热水器 冰箱 茶几 还有好多 门有十五个门 一个门都是五六千万钱 都给她们了 现在我几次 我说 你们拿到她的东西要搁 回搁我门 她们就不会搁 她们都说不会 她也不会跟你说 有一次在法院跟她们 叫她们 还想来打我 提起和张家仁 因为丈夫的遗产发生的纠纷 陈秀娥气不成声 她说 她不仅没有分到丈夫的遗产 还要承担丈夫在世时 欠下的债务 那三个四个全部是亲戚 都天天跟我打官司 打了我现在还在打官司 之所以我没时间去 处理那个事情 因为那个事情 因为她以前 她那个店 一直就还在那里 我就说 没有谁 不经过我 因为我是她的第一 技术人 为什么她 不会经过我 就会把我的店搬走来 我就就是想一下 我就说 等她们打完搞好来 我再去 按照陈秀娥的说法 丈夫去世之后 她被婆家的亲戚 以债务纠纷的名义起诉 官司缠身 导致她无暇顾及店面的事 从而让张建军钻了空子 她认为 这一切都是张家仁的阴谋 你为什么后来 还要叫你家这样来搞我们 搞我们三个年 是不是要逼我们三个年 走投五路 他们就高兴了 像马上我 去年我儿子高高 又没高 现在马上又面临一次高 你说 我家里的压力那么大 陈秀娥告诉记者 因为没有继承丈夫的遗产 还要偿还丈夫生前欠下的债 如今 她们母子三人 生活实在是难以为继 天天你知道我女儿在学校 一个女儿就叫我拿五百块钱 她说没钱 妈妈不要打来 她就一个女儿在外面受苦 受累 儿子也在家 现在天天也是 我说买点菜给她吃 她也说不要买 我们没钱 然后小孩天天说 我们只会挺过去的 记者在陈秀娥家里采访时 有不少邻居来到了现场 她们告诉记者 陈秀娥母子三人相依为命 生活窘迫的现状 她们都看在眼里 也都在尽力给她们提供帮助 邻居尚且因为同情孩子的遭遇 而对他们帮助有加 身为大伯的张建军 难道真的如陈秀娥所说的那样 不仅侵占了弟弟的遗产 甚至连好心人的捐款都要霸占吗 这场遗产之争的背后 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呢 事故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惊人内情 如果我弟弟不是他 我弟弟也不会死 纷争的背后 是婆家的恶意刁难 还是妻子太过贪心 因为要我奶奶牵扯 我奶奶一不是也是她的妈妈 也要牵扯 我就说她拿命去换你的钱 她欠的钱 你还弄得死不明不吗 特别策划 遗产之争 值不翼而非的货物 都市情缘正在播出 吉安人陈秀娥向记者求助 她说两年前 她的丈夫因为车祸去世 丈夫的哥哥张建军 为霸占遗产 搬空了自己的店面 拿走了好心人的捐款 却对丈夫生前的债务 不管不问 导致她和两个孩子的生活 无以为继 为了帮助陈秀娥一家 也为了弄清楚这一场 遗产纷争背后的真相 3月15号下午 记者来到了陈秀娥 丈夫的大哥张建军 家里开的杂货店 了解情况 遗憾的是 我们在店里没有见到 陈秀娥的哥哥嫂嫂 而是意外地遇见了 张建军的妹妹张琳 得知我们的来意之后 张琳说出了 令人吃惊的一番话 我弟弟得太责了 明明丢他那个钱赔偿 他想得 他要该出的不出 哪有这样的事情呢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 好像那个借钱的事情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那不可能不知道啊 如果我弟弟不是他 我弟弟也不会死 没想到张琳竟然说 如果不是因为陈秀娥 他弟弟也不会死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在陈秀娥家中采访时 陈秀娥曾告诉记者 发生事故的地点 是在吉安市区 当时他没有在丈夫的身边 怎么张琳竟然会把 弟弟的死因 归咎到陈秀娥身上呢 我对你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一直吵要离婚 一个女的说吵要离婚 我就跟我弟弟讲 我说不要 因为你是个男的 也就是怪我劝他 我说你不要跟他一样 你现在把他小孩 包包小孩 他要干什么又怎么样 就是因为我劝他 后来不晓得他女儿考试 考完试之后 他欣赦看我弟弟的书生 张琳告诉记者 他的弟弟弟弟媳 一直在闹离婚 考虑到孩子还小 张琳劝住了弟弟 让他等到侄女高考结束之后再说 却没想到 侄女高考结束没多久 弟弟就出事了 只是张琳为何会认为是弟媳 导致了弟弟的死亡呢 在记者的劝说下 张琳接受了采访 向记者讲述了 弟弟去世前后的情况 这一两年都压力很大 回来回来老婆孩子就这样子 回去我爸妈妈那里 我爸妈又骂他又说他 回来反正就是跟他就好像 除了要抢他手机 就是抢他的包 一家人 想要钱 要钱 或者是要么就看你手机上 有没有什么信息 看你手机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张琳说 弟弟出事前的那段时间 因为陈秀娥一直在闹离婚 加上生意刚起步 签了不少外债 精神压力非常的大 我就劝我弟弟 我说你为了小孩 你作为一个男人 因为我也是老公不在 我带一个小孩 这么艰辛 所以我就问我弟弟 我说我们你两姐弟是命苦 张琳坦言 因为自己体会过 独自抚养孩子的艰辛 因此在弟弟和弟媳 闹离婚的时候 他一直在劝说弟弟 维持婚姻 我就跟我弟弟讲 我说只要我们两姐弟好 整个一天会出头的 我就跟我弟弟讲 我说你不要那个 你为了小孩 你现在吃骨 就吃眼前的骨 我说你等女儿高考之后 你再来 姐姐支持你 你现在如果这样子 姐姐就看不起你 回忆起这段往事 张琳心里满是悔恨 她说如果知道弟弟会发生意外 当初她绝对不会劝阻对方离婚 后来我弟弟出这个事 我就很后悔 很后悔 我说当时如果我是离婚了 可能你这个命都不会丢 如果我不要劝你不要离婚 可能那个命也不会丢 所以我就很 我现在很自责 按照张琳的说法 张建国和陈秀娥之间的婚姻 在张建国出事前 已经是名存实亡 两个孩子 在陈秀娥的教唆下 和张家变得生疏 可从头至尾 张家人都没有做对不起他们的事情 她意思是这样子 反正欠是她欠的 她现在能死的 我不知道我不管 她的钱赔下来了 现在是她老婆孩子 就该得得得 张琳说 甚至连弟弟做生意欠下的钱 陈秀娥都抵赖 不愿意偿还 反而还想独吞弟弟死亡的赔偿金 我就说她拿命去换来的钱 她欠的钱 你还弄得死不明目吗 还要人家说 还要欠人家多少钱吗 你得到个钱 你安心吗 在陈秀娥家中采访的时候 她告诉我们 丈夫去世之后 的确有一笔死亡赔偿金 但是因为婆婆不肯签字 这笔钱被扣在了法院 并没有发下来 还在法院 就是我们也没得到 他们呢 他们也没得到 可能 他们可能没得到 因为要我奶奶签字 我奶奶不是也是她的妈妈 也要签字 你们不签字 他们哪不来 他们不签字 就是啊 这个也卡在那里 陈秀娥也告诉记者 她和丈夫张建国的感情 的确不好 但是在她看来 这都是张建国的错 我一个人 13年以后 她就一直就在外面 她就不回家 也不回 过年也不回家 就我一个人 在家里养他们 他们两个小孩 叫她拿生活费 也不拿 她还骂他们 我女儿堵高三的时候 还打她 我女儿堵高三的时候 这时候我在外面 买了个鞋子的时候 她还在家里 她这样乱搞 我女儿就说她一句 她还打了她 这是张灵确说 弟媳的这些指责 都是无稽之谈 我说她这种人 一笔钱都没有 还有哪个会跟她 你说她这种情况 哪个会跟她 你想一想 你说现在的人很现实吗 你没钱谁会要你 她有这个经历去吗 她的老婆和孩子 她其实有预谋 她早就想这个 她就拿这个来 说三道四来说 你说怎么可能 对于弟媳和大哥之间的 遗产纷争 张灵说 她知道的也不多 但是弟弟对于家庭的付出 她却是看在眼里 按照张灵的说法 弟媳没有正式的工作 一直都是弟弟在挣钱养家 弟弟去世之后 弟媳的生活也因此一落千丈 这才打起了独占遗产 不认债务的主意 那么事情的真相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场遗产纷争又将如何收场 嫂子出面指责弟媳不配继承遗产 从来没有顾过一滴眼睛 并且我就问一下 你凭良心问一下 你凭什么去得我弟弟的东西 记者调解 能否化解这场遗产纷争 特别策划遗产之争 指不翼而非的货物 都市情缘正在播出 在采访张灵的过程当中 她告诉记者 这两天恰逢大哥张建军家中 有喜事在办酒 因此哥哥嫂嫂都没有时间 处理这件事情 也不愿意和陈秀娥见面 3月15号下午 经过记者的多番沟通之后 张建军的妻子王若梅 同意接受采访 对于轴里陈秀娥所说 搬空店面霸占小叔子遗产的指责 王若梅会给出什么样的回应呢 她一毛钱一分钱都没有出 也没有管过 也没有管过一下 并且你不知道 我们看到真的是 我们在饭店里吃饭 然后我们的事情都没做完 我们还在吃饭 她就是忙着打包 把那个菜都全部拿回家里去 冰一碗那时她不管 她说那就可以吃好多天 我说她老是吃有问题 你知不知道 王若梅告诉我们 之所以是由他们夫妇 操办小叔子的丧事 是因为小叔子出事之后 轴里陈秀娥一直拒绝出面 从小叔子入院抢救 到安葬的整个过程 陈秀娥既没有出钱 也没出力 从来没有哭过一点 并且我就问一下 你凭良心问一下 你凭什么去得我弟弟的东西 你就说你跟我 你跟我弟弟没有感情是吧 你说我弟弟从来没有管过你们 那你们是怎么长大的 你们是怎么过了这几年 他说我弟弟没用也好 他说我弟弟干什么也好 我说那我弟弟去世了 你们怎么就过得这么苦了呢 你不是说我弟弟在那时候 没有拿过一分钱给你们吗 王若梅认为这样不称职的妻子 陈秀娥没有资格继承遗产 我弟弟现在死了几年了 他的坟墓在哪个地方 朝东朝西朝南 你问一下他 他知道没有 他知不知道 他没去过 他现在一个脚步都没有去过 下张都不去 他下张的时候他怎么说 他说我比X大 他说他比我弟弟大 我不可能去送他 还这样说 有这样的夫妻吗 在采访中 王若梅承认 小叔子出世之后 他们的确曾收到爱心人士的捐款 但是那些钱都用来支付 小叔子出世之后的 治疗费和丧葬费等开销了 陈秀娥只看到了捐款 对于所有的支出一概不认 实在让他们心寒 他那边政院抢救的费用 都是我出的 然后埋葬费都是我出的 然后办酒席的所有的钱 也都是我出的 所有的反正 所有的一些费用都是我出的 大概当时是十多万块钱 你就是说其实捐款和礼金 就是刚好还可能抵不到那些事 肯定抵不到 对于搬空店面的指责 王若梅更是有话要说 他那个店是到期了 要交房租 已经欠了几个月房租 然后华美那个市场 那个经理就跟我们说 我们也没办法 我出了几千块钱 请人家车子 把东西叫他去处理 他不处理 然后在那个几样交警队 那个时候还在处理 那个交通事故 当时他舅舅的面 他舅舅是交代我老公 大宝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 你就全权处理 王若梅说 陈秀娥搬走了店里能用的东西 对于其他的则置之不理 而为了处理被剩下的货物 他们不仅垫付了电租 还花钱租车把东西运回来 又垫付了租仓库 存放货物的费用 王若梅告诉记者 如果陈秀娥想把这些货物搬回去 他们一家人还能省下 租赁仓库的钱 简直求之不得 因此绝对不会阻挠陈秀娥 在王若梅看来 陈秀娥母子如今的行为 简直是恩将仇报 因此她不想和陈秀娥协商 所有一切的纠纷 都将交由法院来判决 王若梅联系了一位 昏暗的仓库里 的确如王若梅所说 放着从张建国的店面里 搬来的货物 也就是陈秀娥提到的那些 价格不菲的门 那么对于王若梅给出的 随时欢迎搬走这些货物的提议 陈秀娥又会怎么说呢 我的打算就是这样 我想把店里的东西 全部到齐再运走 你还是会要运走 但是不是使用在门上 不是 还有什么 我还要调查绝地清楚 到底是店里那些东西 有什么东西 所有的东西 调查清楚以后 什么东西呢 电脑啊 那他的那个资金啊 他那个钱啊 他那个营养卡啊 他那个身份证啊 他拿到去办了什么事没有啊 这些全部 调查清楚以后 他会搬走 在采访中 陈秀娥反复向记者表示 张家人谎话连篇 对他的指责 全部都是无稽之谈 他说 丈夫收到的捐款 远不止治疗和丧脏的话效 店里的东西 也不止这十六扇门 他说 如果不能拿回丈夫的遗产 他将会通过法律手段 维护自己和两个孩子的权益 现在法院改正 我也要去告他 还有我 如果 几边吧 我小孩跟我女儿昨天晚上也跟我商量了 他说 妈 我们不要放过 是我们的东西 一定要我们得到 如果这里 起诉 没用 当时也要叫上街求助 因为意外突然失去亲人 对于陈秀娥一家和张家人来说 都是令人悲痛的事故 两家人原本应该互相扶持着度过难关 可是因为遗产和债务分配的问题 好好的亲人之间 却闹得不愿见面 对不公堂的下场 实在是让人唏嘘 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 两家人能够早日打开心结 协商好 遗产分配问题 毕竟遗产有价 亲情无价 好的 今天的节目在这就结束了 明天同一时间 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特别策划 遗产之争 提醒大家 江西放心游国际旅行社 是我们都市频道自己的旅行社 喜欢旅游的朋友 请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 0791832732 只要您想说走就走 都市放心游带着您放心游天下 另外我们在这要提醒大家 我们的节目在手机江西台上 同步播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随时随地都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 明天同一时间 期待您关注的目光 再见